这是北京的地盘 就是地盘的东门 今天也是地盘最大的东门 各位好 欢迎您关注无可的频道 带你北京行走 今天呢我们继续切拍片 我要走的路线就是 北京地盘东门 然后我们一直往北走 然后带大家看看这一路的街景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神迈乐迪 是一个KTV 这样的娱乐场所 但实际上这家KTV给我的印象 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吃饭的街 它经常有一些套餐 比如说你买到多少钱的餐 可能1880的餐 可能就送你一个包房 你就可以在里面吃饭 也可以在套餐 所以我都住在店 我也去过几次 看了 印象最深的地方 它是个吃饭的地方 这一家店包装 淮阳府 大家看看我这家店 修的这个门里 淮阳府是江苏采 江苏采 江苏采 看见门楼 这个里头修的也是别有洞天 这个里面一道红烧肉 就得88人民币 也很贵 这个应该其实还是带着一点那个 就是地方政府的那种性质的 或者有江苏地方政府的性质 看前面像是海南大厦 就是海南的住均卖了 它其实也是一个旅馆 对外营业的 它反正也是带着一点地方性 就是有一点地方政府的色彩 但是在这里你能吃到比较 可能比较正宗的海南美食吧 比如说海南的文昌叶子鸡 就在这儿 我去了海南大厦 它还挺讲究的每一个客房门口 还能买到海南特产 海南大厦 三灯鱼最近卖吧 这棱口还放着一个 是啥呀 哦 餐巴车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写字楼 皇城国际 这里头肯定有很多很多单位 你看这个门口的快递 你就知道了 快递员都在这里头 都在门口分发快递 这个位置是中国社保的一个办公地点 中国协字楼前面的快递车 快递车 快递都看在这儿 看 门协字楼门前广场 而且这楼上班的人肯定很多 所以它门口有很多的共享单车 这个前头是地毯的体育馆 在那个楼的后头是一个户外的那种跑道的这种场所 然后前面的体育馆馆内的一些设施 有像这个基建的 这边是保龄球的 然后前面一个还有打羽毛球 乒乓球的 整个这一片都是地毯体育馆 其实这个都是北京奥运会留下来的宝贵财产 在头上还写 画着北京奥运会的标 其实我说是北京奥运会留下来的宝贵财产 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确实有这么一些运动的场所 能够供市民的运动 那另外一方面这一些场所里头 你要去运动的价格是非常贵的 比如说羽毛球场地 你打一个小时就得一百块钱 也是给这些政府部门创收留下了宝贵财产的 今天我们走的是南地门外大街 我们由南向北走 我们从地毯出发一直往北 这个楼我要跟大家说的 这是一个现在是房地产项目 应该都是住家了 叫紫雀 这个楼在我10年前来北京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烂尾楼 然后大概疫情之前吧 19年之前 它经过这个 就在烂尾楼的旧址上进行翻修 盖了一座新楼 然后它可能在烂尾之前的目的是写字楼 后来因为烂尾楼 就被别的开发商盘下来 然后就给它改成了公寓 这个是那种公寓性质的房地产 就产权很低的 只有50年产权 然后里头是没有煤气的 应该都是走 只有电这个 现在就是房地产项目 它都住满了 这个楼 我原来听朋友们说 就我的朋友说 它烂尾至少在这个地段烂尾了10年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楼的质量 自然那样现在看到它 感觉装修的还挺高档的 就至少外立面吧 然后看着还挺新 它确实挺新 它就是这两年新翻修的 但是它第一就是底子 那些鸡座那些都已经烂了10年了 但是它依旧不影响它 重新包装一下就卖出去了 在这个地段卖的肯定也相当贵的 这是一家美牛美发 那我这还有一家网吧呢 讲真的我在国内已经很久没见过网吧 那一家网吧 剧本刷了 剧本体验 电堂了 哎 这还有一家方正正卷 这边店还挺杂呀 方正正卷那么高档的店 旁边就有一家修饺子 真的挺杂的 说明这儿的业态很丰富 一家酒店 旁边又是一家古法探氏财尔坤的 这还有一家交通警察 很多人会问 我说这是干啥的 这个呀就是你要交罚款的 对对对对干啥的 就就就就来这儿 然后 呵呵呵 博乐 高清藤 我有一家酒店 这就是小酒店啊 之前那就是洗来灯了啊 今天我们也快到终点了 这一路好像主要是写字楼比较多啊 呦 这碰到的就是这样 外面小哥集合 外面小哥也是有组织的 咱也得管理的 我再把这个头盔和口罩那些 等一下啊 美团的一个大半小哥在集合 这一片 几个大楼 就是北京的一个小的写字楼的片区 叫环球贸易中心 这边这一栋是喜来灯酒店 这是五星级酒店吧 但实际上它 够不到五星级的标准 比如说有多少占地啊什么的 它主要是因为它在城区里头 呃 而且又是品牌 就是之前也会有一些 非洲国家的总统进行住这种酒店 呃 很真实的北京百姓的生活场景 那边有遛狗的 有晒菜楼的 有在工作的 对吧 这边有鞋子楼 这个里头很多写呃 外企公司 比如英特尔啊什么的办公室都在这 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 吧 我是李可 请你给我点赞关注 谢谢你的支持 我会再飞来一年 继续退 新走北京 我们下期再见